依然现西北地区的渔船 每次要出港必备的冰块 不是要到耿方 就是要到南方澳来载 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供应量也不足 所以投城区渔会经过多年的争取 获得了中央以及县府的补助 又加上自筹款 总共1亿6800多万元 要在五十港区来兴建制拼场 并在今天动土开工了 明年底渴望就可以来提供 制兵以及储兵的服务 促进渔民作业的时效 也能够确保渔获的新鲜度 在县长林志庙议长张胜德 岳属主命庙直昌 投城区渔会议长政战福 首干市陈秋囊 以及地方人士 一同向神明祈求开工顺利 随后进行制兵场的动土典礼 再拜 当土平安顺利 三百建策正宁援绕 第一条 冷布平安顺利 第二条 时间顺利完晚 第三条 頭城區一會表示 西北地區的漁船 如果需要冰塊 不是要到耿方漁港 就是到南方澳 耗時又不變 尤其耿方漁港 供應量不足 所以才會透過中央漁港 經費補助 爭取到烏石港 製冰場 我們藝方的製冰場已經四十年了 所以那個功效不好 用起來都不夠我們這些市民來使用 所以都要去搜尋 搜尋就是我們路途搖腕 再來就是成本也比較高 所以今天可以在這裡擔透開工 差不多要五百工作天 差不多要兩年的時間就完成 所以以後我們去完工之後可以獲牌 建長林志妙表示 未來透過製冰場的成立 協助漁民作業更順遂 相對提升漁獲新鮮度 而議長張盛德則是期盼工程品質最重要 才能確保建築物的結構安全 總工程費是一億六千八百萬 然後中央出資七千七百七十九萬 九十七萬 然後呢 憲管政府四千三百四萬 魚肥呢 都魚肥 我們說感謝我們的三巨頭 打拚 認真 用心 也出盡很多錢 因為疫情的關聯物價指數一直上漲 所以這次這次的建築工程很辛苦 也感謝建築師 因為這個頭山區大家知道 這個魚肥還是在我們的海賓 所以地質很重要 所以有很多要注意的重點 所以今天特別來到這裡 可以說一方面感謝昆町烏肉 然後要求品質 如果能順利的完工的話 那將可以提供我們西北所有的漁船的 一個載運兵量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在中間需要克服的問題 真的很多 包括地質改良地 這些我說真的 在開發地下室的時候 真的要非常注意 因為這些成本在地下室 真的會耗費很大的一個成本 那也希望說我們建築師 跟施工團隊能注意 一個工地安全 這才是最重要的 烏石港製品廠總經費約一億六千八百萬元 預計明年底 渴望提供魚躍兵塊 以及六百噸的庫存空間 所以說 邊將擋後 走後提名 讚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